大家好,我一直使用的是EOS R 通过大概半年的使用吧,觉得EOS R还是很方便的 给我的视频制作和照片的拍摄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EOS R有这么几个缺点 首先第一它的4K,4K的视频的拍摄是有裁剪的 裁剪系数大概是1.6倍 尤其是后来我买了个1535的RF的2.8的大三元之一的 这个镜头之后呢,如果做4K的拍摄的时候 会裁剪上大概30左右,35左右的那么一个大小 所以说广角就没有了 另外一个就是EOS R只有单卡槽的设计 对于我们很重要的,比较关键的一些拍摄的时候 不是特别的方便,还是没有双卡槽的设计 这两点呢,我都觉得应该在将来的产品中 应该给予更新换代 现在很期待将能推出新的这种类碎旗舰机的V单 包括EDX3可能在今年2020年2月份要上市 我曾经一度考虑是不是为了4K或者1080的120帧 升格这样拍摄去再增添一个EDX3 但是现在呢,来了一个新闻 我觉得可能我不需要换EDX3了 那这条新闻呢还是很震撼的啊 我呢就挑一下在今天在算是腾讯新闻上啊 有很多发布的渠道给大家说一下 佳能的旗舰级V单,名字暂定为EOS R5 它有一个4500万的全画幅的传感器啊 5档的机身防抖,配合的镜头可以达到7到8档 然后还有新的电池啊 就是续航更强的一个新电池 外形呢跟5D4使用的电池是一样的啊 而且可以兼容 最关键的是,视频的拍摄啊可以达到8K 那后边呢有个口号啊 不排除只是某种特殊的延时摄影 也就是说可能它的主流的拍摄的视频的格式啊 在6K或者4K左右啊 然后我们做延时拍摄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啊 往上升一点可能能达到8K 然后啊还有4K1020啊 120帧的这种拍摄 口号有一个啊预计有剪裁 然后还有就是4K60帧拍摄 然后内置的是5G的WiFi 取消了EOS R上那个多功能触摸条啊 这个条到现在我还没有用过啊 我觉得非常不方便 有的时候会误碰啊 很多人都在说下一代的佳能的V单啊 不管是旗舰级的还是中等水平的啊 都有可能取消到这个非常不方便的画块 有可能改成新的啊 1.3上面的那个啊触摸点 然后最后呢这个消息说啊 亚能EOS R5将会在二月的啊 CP加展会之前发布 而正式出货时间会是2020年7月份 我觉得我非常期待期待啊这个V单啊 因为我最近确实觉得 EOS R它本身的4K的裁剪的这种拍摄 平常啊日常使用4K的这种拍摄视频啊 带来的非常大的不便 而且我买的这些镜头 对于我们来说 王道德河其实已经在裁剪之后啊 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些镜头本来的一些啊 它的用途 好吧今天视频就先做到这儿吧 我们希望这个传言是真的 那我们拭目以待 拜拜